他好劍 来 他劍 安静 来 三 二 一 开始 丘宁十二师 圣守真语的丘宁剑法 你是真大恩公的什么人 原来你们没有忘记 当他在金崖山以身殉异的时候 当他在神医谷被诗人威逼废去武功的时候 当他被恶鬼虐杀致死的时候 你们都在哪里 回答凭你 圣守真语的丘宁大侠是你什么人 乃是仙父 胡说 你刚刚不是还自行习官 仙父原本姓温 沉蒙神医谷真老谷主赐信为真 然则仙父既已建起于师门 在下身为仁子 自当遵从千夫之运 改为本性 视为温可习 一派无言 你敢顾身大侠的死后另名 阁下便是峨眉派长的死罢 在下满月之际 峨眉女侠曾连手之的一件绑家衣送来神医谷作为后 完备不裁 至今尚未登门拜协国证宴 慈心疯 曾真诗 真诗太 别被他蛊惑了 真兄弟一声光明磊落 怎么会生下他这么闻灭章 温客行 刚刚那三头厉鬼明明就是你的手下走狗 你假意让他们投诚于我 现在又突然喊水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对方 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小把戏 怎么蒙骗得了天下英雄 说起来啊 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 哈哈哈哈 走 小伙 各位英雄 听我一言 鬼谷 向来挑拨离间 而我大哥高崇就是着了他的道 至今含冤未选 我五国盟手中 一共有五块琉璃甲 除了我的那一块 其余四块都已经落入他了手中 如今又想打起我这一块的主意 各位英雄 千万不要上了他的道 闭嘴 闭嘴 大队 你是你叫的吗 五弟 你 我懂了 神神 原来是你勾结鬼谷害死的大哥 我早就怀疑五湖盟内部有内鬼 可我没想到是你啊神神 是你泄露了琉璃甲的秘密 你杀害了泰山派掌门 是你灵外河 接走了高小莲 用高小莲的性命 逼你大哥 让他忍辱负重 当众自尽 神神 你才是那头厉鬼 尽快 干什么 还有没有再才装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注意 先说 要解